中国市资26亿买下俄罗斯三大港口普京连忙拉拢,特朗普心碎。 中国是粮食消费大国,因此粮食进口成为关系到国际名声的问题。 美国、巴西、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进口的,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更加频繁,中国正成为俄罗斯粮食第一进口国。 中粮集团近日宣布计划斥资26亿人民币购买俄罗斯南部码头,用于运输粮食,这将进一步助推两国粮食贸易。 当然,美国农民看到这一幕可能又要心碎,这意味着中国粮食市场离他们越来越远。 赞助商链接。为补上粮食缺口,中国26亿直接买下俄罗斯港口。 2017年,我国累计进口13062万吨粮食,其中大豆进口量约为9500万吨,可以看出中国对粮食,特别是大豆的需求量极大,是粮食出口大国竞相争取的市场。 于是,当美国大豆的位置空出来的时候,俄罗斯马上成为替补。 邀请中国买下俄罗斯港口,直接用于粮食运输,节省运输成本。的过剩粮食堆积。 现在,我国购买俄罗斯港口并对其进行翻新,俄罗斯自然再愿意不顾,且计划明年向我国供应150万吨粮食,大豆和食用油也力争达到1000万吨的出口量。 赞助商链接 我国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俄罗斯南部,购买的码头主要用于转运粮油和大豆,转运能力超过每年1000万吨的粮食码头,交易额将达4亿美元,约26亿人民币。 俄罗斯南部的谭曼港码头,杰姆刘克港码头和新罗西斯克港码头均在中粮的考虑范围之内。 买下港口只是中粮的初步计划,为了将来自俄罗斯的粮食物流费用降到最低,中粮想出一系列策略。 中粮在俄布局粮食产业链,物流成本降到最低。 与巴西、美国等国家相比,俄罗斯运输成本的却更低,有机会与中国粮食合作方面继续深入。 中粮集团为了将物流成本降到最低,目前还在审议俄罗斯远东超前发展区内建造物流仓库综合区的可能性。 赞助商链接。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俄罗斯联合体集团公司,正在洽谈俄罗斯由太自治州建设大豆身家工厂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2亿美元。 工厂建成后,将计则年产3.6万吨豆油,22.44万吨豆白,31.8吨榨油残渣等大豆身家工产品,销往中国、日本、韩国和亚太地区。 这样下来,意味着中国将直接在俄罗斯参与加工、内陆物流以及港口运输权过程,这将大大降低购买成本和运输成本。 接下来,中俄在粮食领域的贸易往来将更加频繁,这一幕恰恰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